病患45岁 已无脉搏 十二一家医院里 宣传护士服的郑妍 正在进行日常抢救工作 但是工作中的她 却总是频频出神般 望向空地处一个 穿着彩虹上衣 四五岁样子的小男孩 原来她的儿子金允秀 六年前走丢了 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郑妍精神压力很大 以至于眼前总是出现 儿子的幻觉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 郑妍跟前来接她下班的 老公聊着天 自从儿子失踪 老公就辞去了老师的工作 一直在外面寻找儿子 但是光靠着郑妍一个人的工资 他们的积蓄 已经不能支撑 接下来的生活了 于是郑妍和老公商量着 还是先回来工作 再一起找允秀 每过几天 就在郑妍老公面试途中 她收到了一个短信 短信上面说 曾经有看到过允秀 还发了一张照片 约她在包子店见面 郑妍老公非常激动 连忙驱车前往 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 那人又发来短信催促 说你再不来 包子店要关门了 郑妍老公心里一急 看了看路上也没什么车 就闯了红灯 没想到 正在拐弯的时候 一辆卡车呼吓而过 将郑妍老公的车撞翻 祸不单行 儿子没找到 老公也车祸离世 接连的打击 已让郑妍溫溃不已 更讽刺的是 据说 有允秀线索的神秘短信人 竟然是 两个小孩子的恶作剧 郑妍老公 因孩子恶作剧 车祸去世的新闻播出后 一个小镇上的 年轻警察小金发现 允秀跟内府岛满船钓鱼场 一个叫明秀的男孩很像 于是就跟同事 红警长 一起前往渔场寻找 渔场的人告诉小金 这个孩子是六七年前 渔场的金婆婆带回来的 后来金婆婆去世了 明秀就一直被穿 白色衣服的胖子抚养者 小金越看明秀 越像允秀 就说 他估计真的是那个 走丢的孩子 想通知郑妍来确认一下 但是红警长却对小金说 不要管这件事 毕竟之前经常收 这些人的贿赂 于是小金只能离开 另一边 因为郑妍的老公 是一万去世 保险公司赔偿了一大笔钱 这笔钱让郑妍的 轴礼非常眼馋 他们一家 最近正好急需用钱 在饭桌上 他穿夺自己老公去借钱 还让老公去劝说 郑妍把侄子当儿子养 有这么一大笔钱 他们的儿子 肯定可以过上 很好的生活 但郑妍的小叔子 很犹豫 就在他们争执的时候 一通电话打过来了 原来是警察小金的电话 同为父母的小金 还是没办法 说服自己 不要管这件事 就偷偷地打电话 告诉他们 说自己确认 胎气和疤痕了 明秀很可能 就是失踪的允秀 还说 自己并不需要 感谢报酬 只希望 他们能低调地 来把明秀领走 郑妍的小叔子 想了想 最后 雇了另外一个男人 去告诉郑妍 并借此 拿了一笔 不菲的报酬 几经波折 郑妍根据 得到的线索 驱车来到 满船渔场 可她并没能 如愿见到允秀 渔场的工作人员 推脱 说没见过 见过明秀的客人 也都离开了 不甘心离去的郑妍 晚上住在了渔场 并偷偷出来 准备再寻找一下 她找到了明秀 住过的房间 发现了警察 小金 留在这里的 寻人骑士 和一些破旧的 孩子衣物 但还没等她细想 渔场的几个男人 就发现了她 并让她赶紧出去 无法继续寻找的郑妍 回到房间 就报了警 可她没想到 在第二天 离去的时候 来了一辆警车 里面的警察 赫然是昨晚 赶踏离去的男人之一 红警官 郑妍就知道 原来这个渔场的人 跟警察有勾结 回去的路上 郑妍越想越不对劲 又在晚上 驱车来到渔场 也就在郑妍来的这晚 通过小伙伴报信 得知 郑妍有来寻找 自己的明秀 决心要逃跑 但是年纪太小的她 并不知道 怎么跑出渔场 最后 还是被渔场的人 发现并抓住 郑妍躲在渔场 提往外面 看到这一幕 她撕心裂肺地 叫喊着允秀 并奔跑着 明秀听到她的喊声 也挣脱了束缚 奔跑起来 狂奔至海边 边红堤的明秀 停了下来 郑妍想跑过去 把她拉回来 但渔场的人 死死拉住郑妍 不让她过去 晚上的红堤 波涛汹涌 明秀刚和郑妍 说了一句 妈妈 就被一个大浪 卷进了江中 郑妍看到后 再也无法承受 直接晕了过去 第二天清晨 苏醒过来的郑妍 指着洪警官 和渔场的人说道 你们都是杀人凶手 渔场的人 害怕郑妍 回到城市后 报警指认 便商量说 干脆把郑妍 扔进海里 郑妍死了 就一切事情都没了 于是他们 趁着郑妍不注意 将她打晕了 渔场的人 准备趁着第二天 涨潮 将郑妍 装进箱子里扔掉 晚上 渔场一个 穿着黄色外套的男人 来查看郑妍的情况 她见郑妍长得漂亮 色心大气 说只要郑妍听话 就救她出去 还会带她 去看明秀 之前在这里画的画 郑妍假意配合 谁知 黄衣服男人 又说了句 我一定会按照 对远修那样 对你的 郑妍这才知道 原来这群禽兽 竟然侵犯了明秀 趁着男人脱衣服 郑妍用带来的药剂 弄晕了她 黄衣服男人 掉进了海里 她又来到 洪警官的房间 扎伤洪警官和她的相好之后 救出了另一个 被拐卖的孩子 智稿 并在逃跑过程中 用抢来的枪 杀死了另外两个男人 打伤了追上来的 洪警官的眼睛 又经过一番波折 郑妍将洪警官 绑在了岸边 和智稿坐着小船 逃了出去 逃出来的郑妍报警后 还是回到了海边 寻找明秀 最终 在刚退潮的礁石旁 找到了明秀的尸体 别母去 金六仔 郁郁惆怅 难开怀 陆红尚能归根去 带贼静食骨肉离 千摩百折 难错心 尘霜不改 死亲恩 可态命苦 福一薄 白发未染 花鲜落 如冰心 在荷叶母亲中所写 母亲啊 你是荷叶 我是红莲 心中的雨点来了 除了你 谁是我 在无遮拦天空下的阴壁 失去了母亲 便失去的 遮风避雨的港湾 迷路的孩子 流浪在无名的海岸 却再也等不到 和母亲 一同回家的那天了 故事配老九 明昭在举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